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文献,主要记录了古代中国神话传说,地理,动植物等丰富多彩的内容,全书共分五经,包括大荒西经,大荒南经,大荒北经,海内东经和海内西经,大荒西经,大荒西经,主要讲述了西北地区的神话传说和特殊地形, 包括巨人,神秘山峰,奇异的水域等等,其中记载了四大凶兽,包括黄雄,谢智,九尾狐和麒麟,另外,大荒西经中还记载了神农使用紫墓炼制太乙神丹的故事,大荒南经,大荒南经主要记录了南方地区的神话传说和地理环境,包括巨石,山脉,沼泽和湖泊等等, 书中记载了许多神怪和传奇故事,如二十八宿,搏击之神,黄鼠狼,妲己,女娲等等,大荒北经,大荒北经主要记载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神话传说和西域神怪,包括荒漠,险峰,河流以及许多传说人物,书中记载了是皇帝东巡时曾在大荒北部经过, 其间曾经见到了许多神异的怪物,海内东经,海内东经主要记录了中国各地的神话传说和风俗民俗,包括神话传说,历史文化遗址和民间故事等等,其中记载了许多海族和海中神怪,如九首鸟,精灵,水耻,海慎等等,海内西经, 海内西经主要记载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神话传说和特殊地形,包括荒山,险海,闹市还有四大巨兽等等,其中记载了许多西域神怪和传说,如掌药神仙,铁扇公主,白虎母等等, 总之,山海经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内容,包括地理环境,神怪传说,动植物,风俗民俗,历史文化遗址等等,也是了解古代中国文化和神话传说的重要途径之一,由于山海经技术的许多内容奇特而神秘,因此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和神话传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